大家好,我是老黄 昨天我发了一个视频 谈了我的在英国的一些人生经历 那么得到了一些网友的赞赏 有的网友就提出来 那个黄师傅,你能不能把你的经历就讲一讲 就是要我讲故事 原来国内也有网友想知道我的背景 想知道我的历史 他们很想知道 那么还有的网友他是帮助我搞视频 他说你也可以讲讲自己的经历故事 当时我都拒绝了 因为我做这个视频是老黄谈避难 带着政治内容 我不太愿意公布自己的个人信息 但是我现在想好像也没必要 我也想通了,对不对 都这把年纪了,还怕什么呢 既然做了,也就没什么好怕的 再说,那又有什么呢?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呢,我想呢 既然大家喜欢,那么我就讲一讲我的人生经历 尤其是出国这三十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口才 嗯,那么我不知道我讲的好不好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好 那么我就一直讲下去 就像水浒传一样,一百二十回 一回一回的讲下去 如果呢,觉得呢 没什么意思呢 那我呢,还是回到老本行 给大家分享分享 那个怎么样抱难民 就是政治避难 人权保护这方面的信息 嗯,也可能结合起来 这都有可能 嗯,英国今天首相说了 这个英国的解封 真正的解封是四月十二号 我想我在家里还得待将近两个月时间 也是很无聊的 好,我们闲话少说 今天是第一回 那是我是怎么样踏上英伦三岛的 在1992年6月7日 我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 从上海坐飞机到那个莫斯科 然后呢,莫斯科待了一晚上 嗯,那个 嗯,然后从莫斯科呢 飞到德国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前妻 他已经找我两年 在德国留学了 他是89年11月 去的那个德国 是我把他送到北京去的 嗯,那么那个时候他走了 两年以后呢 他给我办了那个探亲签证 也就是说 我当时拿到的德国签证 只有三个月时间 我是六月份 我到九月份啊 签证就到期了 那么在以前呢 我妻子出国了以后 我就一直这两年我没有停下来 就一直做好准备工作 我准备要出国 嗯,我首先的定向的国家 那就是德国 去我妻子的那个地方 嗯,我去杭州大学的德语系 上德语课 然后呢,我还学英语900句 那么因为我想呢 这个东西 这个语言呢 都不能放弃 英语是我大学里面的语言 德国语吗 我是为了去德国 因为德国办签证 尤其是办那个留学生签证 他要有一定的德语的学习的 好像要 当时要几百个小时 我已经忘了两百个小时大概 他倒没有什么雅士托福 就是要有那么多的学识 所以我当时去学德语 但是后来呢 由于呢 办学生签证比较困难 所以我的前妻呢 就决定 从一先给我办 到德国去探亲 就探访他 这比较容易一点 只要找一个担保人就行了 用不着到德国大学 去找这种德国的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就相对来说 简单一点 那么在我前期出国两年 这两年当中呢 我就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我做了以下几个准备工作 就一 我呢 到那个 就是说那个夜校里面去学厨师 我白天在机关 我是一级的国家干部 我是小领导吧 也不算小领导 中级 那个是法人代表 那个 我呢 晚上呢 去学厨师 我的妹妹呢 给我介绍了一个特级厨师 杭州很有名的 一个酒店 餐馆 我去做他的徒弟 我把名片也给他看 他说 哇塞 这么大的官都要出国 我这个特级厨师 我一定要出国 当时出国是热潮嘛 大家都同情 都想出国 那么我在他那里就是学 每天晚上去学 怎么切肉 怎么各种各样的都学 那个师傅呢 对我挺好的 另外我还到夜校里面去学 正儿八经的理论课 厨师 那么一般来说 最低的厨师级别 应该是三级厨师 但是如果你要考三级厨师 你必须要先考四级厨师 所以呢 我学了时间比较久 我先把四级厨师考出来 然后我继续学 最后我把三级厨师 也考出来了 我拿到了这个厨师证 还有 在这个同时 我也去学了 怎么样按摩 这个也是夜校里面学的 发了证书 我还专门买了一个沙袋 这各种手势 怎么按 还有怎么调酒 也是夜校的 也是学怎么调酒 一些基本 怎么这么摇来摇去的 这个呢 也发了证书 我当时出国 我知道 我不可能去当领导干部 只能在餐馆打工 只能做这些事情 所以呢 我就做好了这个准备工作 我还有一项准备工作 那就是我呢 给英国 美国 加拿大 还有澳大利亚 这些英语系的国家 我给这些大学的教授 我是到图书馆 外文图书馆 我去查资料 然后查到了资料 我就给他们写信 那因为我当时我说 我是什么什么大学毕业的 什么什么专业 我现在的工作是企业管理 那么我想学现代化企业 然后呢 还有那个我们当时的高级工程师 都给我推荐 推荐信两封 然后我就给各大学就发出去了 为什么我这样做呢 因为呢 我知道那个如果我是办探亲签证去德国的话 那么这三个月以后我是不能延长的 就如果你要改签证 你也必须要再回到中国 再重新到德国大使馆去改签证 你不可能在德国的这块土地上 把你这个探亲签证改成学生签证 所以呢 我是想采用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取献救国 从第三国就是到了德国 不是我最后的目的 我想去美国英国加拿大 这些英语系国家 还有澳大利亚 这都行 只要这些英语系国家 包括新西兰 我也写了信了 但是呢 他们给我来信呢 都说或者是没有名额 或者说呢 这个教授呢 已经去世了 也就是说中国那个信息必塞 那些东西呢 有的人根本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还在学校里面挂着那个教授的名字 那么我没有收到邀请函 但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我的廉金 也就是说我前妻的哥哥 他在我之前 他出国了 他是也是先到德国去探亲 他是探查的妹妹 他有三个妹妹 他在德国已经有两个妹妹了 包括我前妻 他还有一个小妹妹 给他办了探亲签证 他去了德国 但是他拿到了一个英国立志大学的 一个访问学者的邀请函 然后呢 他用了这个邀请函 他从德国去了英国 当时都没有想到 我们都没有想到 因为我们的印象当中 英国是个保守的国家 怎么可能这么开放 给你签证 让你进去 但是他走成了 他把这条路给蹚出来了 这样我就觉得 我也应该可以这样走 那么当然了 别人能走成 并不等于说你就能走成 那么所以呢 我就给这个英语系国家 就写这个信 但是我一个邀请函都没有拿到 不像他哥哥 不像我连金 他是拿到了立志大学的 这个教授的邀请函 我没有邀请函 但是呢 签证拿到了 我必须马上要去德国 我不能耽搁 否则德国的签证就作废了 所以我就去了德国 到了德国 最大的压力 就是签证问题 因为我知道 9月底 我的签证到期了 我就面临了一个 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 反正回国 我是喷心 绝对不想回去 那么原来呢 我在那个 我就是 我前期的他们这家呢 就是他的妹妹 他们丈夫就建议我 给我了一条路子 就是说到匈牙利去 他们在匈牙利注册了个公司 但是他说你去匈牙利 帮我们打理这个公司 但是呢 没有工资 就是说是 因为那个生意 是在那里挂牌 只是挂牌子 就像一个皮包公司一样 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 可以到匈牙利去 就是去打理这个公司 当时我也在考虑之中 但是我知道这条路行不通 因为我想实实在在的 能够赚钱 如果到那里面再去打理 我本身就不是做生意的人 再说又没有资金 我就不知道到那里去干什么去 而且那边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帮你 在德国我还有前期 如果去英国 我还有一个那个 就是联金 去美国可能没人 但是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你知道到餐馆里去打工 就能够生存下来 到匈牙利去 这个原社会主义国家 我能活下来吗 我就非常的怀疑 但是呢我也没放弃 因为我不想回去 那么我还想到了最后一条路 就是在德国申请政治避难 但是我的前期是坚决反对我这么做的 他甚至说你回去 实在不行 你回去 我再想办法给你办出来 留学 他就想出用回去 再等一段时间 但我知道这个将来的事情 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 既然已经踏出来了 绝对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所以我最坏的打算 我就要留在德国申请政治避难 虽然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申请 但是因为当时六四呢 有一波学生民运领袖呢 就是说是跑出来了 都是在各个国家都申请了政治庇护 我们也知道美国的什么六四学卡 曾经上万的这些学者都留下来了 那个我们都知道 虽然信息不必塞 但是呢 参考消息啊 我也听美国之音啊 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 虽然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呢 知道有这条路 而且我本人确实也参加过六四 我是在我们杭州市 那时候我也是带领了职员 到街上去游行 最后都做检查了 当然检查呢 我过两次 两次才过关 那个 所以呢 我们都是受过迫害的 那么我当时就决定 当时才92年出来的 六四四八九 才过了三年 这个热度在国外还很高 换句话说 这个人血门头还很热乎 外面还是收 所以我想最后的打算就做这个 我坚决不回去 既然出来了 这个问题呢 我想好了 然后我面临的就是打工的问题 打工问题 我既然在德国可以待三个月 我不可能白吃白住 出国 其实我当时最大的目的就是打工赚钱 因为当时那个国外的工资和国内的工资相差十几倍 非常的巨大 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率让我出国 这是一个原因 当然了 什么国外自由向往这个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呢 这个赚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去找打工 那么我刚出国 我应该怎么找打工呢 其实呢 我的前妻 她已经找我两年出国了 她在找工作方面 她肯定是已经有经验了 但是呢 她找的工作呢 都是一些在工厂啊 或者在什么洗衣店里面的工作 她没有去过餐馆打工 那么我当时的主要目标 目标就是到餐馆去打工 所以前面我说了 我都考了三级这个厨师证明 但没想到呢 我拿了三级厨师证明 一家一家的中国餐馆去找 他们很奉承我 你有三级厨师证明 你找工作没问题的 但是呢 我们这里不缺人 他不要 原因是什么 我拿的是探亲签证 而且呢 就三个月了 他说我要你干什么呢 对不对 其实我明白 三个月以后你人就走了 对不对 再说探亲签证 是不准打工的 德国呢 他们遵纪手法倒是挺严格 这一点他们比英国人要 就是失败 他们不用了 那么有的时候我打电话去 因为德国的公众电话亭 都有个黄本子 你就翻电话 翻了以后 一看到中国餐馆 你就给他们打电话 有一家呢 是中国大陆来的 做老板的 他说呢 我们需要 但是呢 很明显我们就是剥削你 我们一个月 只给800马克 当时还不是欧元 这个东西德是90年合并的 然后呢 他们这个钱全都变成德国马克 所以他说只有800马克 我差了一倍 如果你到香港人去打的话 都一般都是1000多 相差近一倍 那么我说剥削也没什么剥削 我说只要我有饭吃就行 对不对 我现在出来了 生存第一 只要有点钱 能够平常坐车什么什么都可以 但是他说好 那么既然这样子 你等我通知 但是以后就再也没通知了 后来我呢 也在这个报纸上找 因为我妻子呢 她懂德语 我们看到了这些广告 我觉得合适我去做工的 我就打电话 我用英语跟对方对话 因为不管怎么说 我的英语还是比德语要强一些 但是对方说 我们不需要说英语的人 我们需要能够说德语的人 然后最后呢 就找到一家工厂 这个工厂呢 是因为我前期她知道 这家工厂 每年的暑假期间 都要临时工 那我是六月份去的 正好放暑假了 所以我就到工厂去 这是个包装屋 包装工呢 但是我就 这个时候我就聪明了 我不能再拿我的护照去了 我把我前期的护照 复印一下 用复印件 然后再把我的照片呢 贴在我前期的头像上面 然后再把那个 因为他们男女呢 他只写一个M或者F 对不对 那我就再用一个小指再贴上去 把女性改成男性 把照片改成我的头像 然后到复印机里面 再复印一下 然后就拿了这张复印件 我到工厂去找工厂 然后他们接收了 但是他说你要等通知 但是我实际上 我是不能等的 我一共就这么三个月时间 我要你在你这里 一等两周等掉的话 我还赚什么钱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继续找 结果呢 天无绝人之路 我前期有一个朋友 在德国认识的 大家留学认识的 差不多就像现在说的闺蜜 他曾经在科隆的 郊区的一家中国餐馆做过工 这是很大的一家中国餐馆 餐馆老板呢 有三个 是香港老板 那么他说那家呢 特别忙 老是要换人的 为什么呢 特别忙 所以人受不了那个工作 尤其是打闸的 坐会跑一个 坐会跑一个 你给他打电话试试看 结果我打电话去了 那个老板就 他说你来吧 他说你是干什么 我说我留学生啊 没问题你过来 那个我就去了 福音件给他一看 他也没看 他说那行 你来上班吧 然后我第二天就去上班 这就是我在德国 或者我在国外 找的第一份工作 然后我在星期一 我去上班 干了三天 我的这个食指就肿得像胡萝卜一样 我只能这样子捏不住 为什么呢 食指这个工作啊 切洋葱一框一框的 你知道切洋葱啊 那个味道啊 那个眼睛啊 眼泪水花花流啊 后来就是他们厨房 有一个越南仔 原来我的工作前面是他做的 他做过我这个工作 他也是熬出来 他教我你用刀啊 水 凉水里面浸一下再切 这样子就好多了 除了切洋葱 你知道啊 什么蘑菇 你要给它切成片 不不不不 这个可都是一框一框的 放在你前面的 我一天要剥24只鸭子 因为他们里面有北京烤鸭嘛 北京烤鸭 它是鸭子烤完了以后 你得把那个鸭肉啊 那个和那个骨头给它分离开 然后鸭皮鸭肉 全部给它弄出来 我一天要剥24只 然后还有其他的打扫卫生 厕所啊地板啊 什么都做 洗碗那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我的工作啊 所有的这些大小工作啊 全部都是我做 那么由于呢 我是个新手 肯定动作慢 那个时候我37岁啊 那么毕竟也不是小伙子 但还可以吧 嗯 但是我因为是身手 所以动作慢 动作慢呢 就老板老是骂我 老板脾气一上来 今天我也把老板的这个照片 今天我会把我 和我相关的 在德国这家餐馆的 三个人照片 全部发到我这个视频上去 一个是越南仔 一个是那个香港老板 还有一个是这个扬州二厨 他是做二厨的 他也帮过我忙 我最中意的 我最难忘的 这个人的照片 就是他 一个北京女孩子 我已经忘掉 很遗憾 我真的不应该忘掉 他的名字 他是我出国 第一个进入我心的 一个女孩子 他也是给了我心灵 非常大的安慰 不要想歪了 我们就是聊天 聊天 我们可以从一点钟 聊到凌晨四点钟 我把他的照片发上去 我叫他阿灵吧 我希望阿灵有朝一日 能够看到我这个视频 告诉他 我一直没有忘记他 他是我第一个 在国外的情人 虽然什么都没发生 我永远忘不了他 他给了我德国这段时间 最美好的记忆 就是在他的身上 那么在这家餐馆 这个越南仔 他是从越南讨难过来的 所以他不懂中文 但是他能吃苦 所以他在里面做 他什么都会做打扎的 后来做到邮包 就一级级往上升了 所以后面的 就是中国人来做这个打扎 这是一个 这个越南人对我帮助很大 我走的时候 他眼泪都掉下来了 我从德国到英国的时候 他不会说中文 他说英文 因为越南 以前美国佬站的地方 他会说英文 你走 No good 眼睛都湿了 他舍不得我走 因为我不知道 他可能同情我 因为我在那边 可以说是最底层的一个人 所有的人都在我上面 厨房的 包括外面这个女孩子的跑肠的 其他人根本就不理我的 什么上海人广东人 广东人还好点 那个上海女孩子 正眼都不来看我一眼的 唯独这个北京女孩子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 她主动跟我聊天 主动跟我开玩笑 主动给我端那个饮料 就是那个可口可乐 而且她还是我认为 她是这里面服务员最漂亮的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等一下我把她照片 你们看一下 长长的头发 脖子这里特白 牙齿特白 笑起来 我可以喂她 晚上我可以说不睡觉 就在想她 但是她可能不知道 她有德国男朋友 但是她对我特好 可能和她个性有关系 可能她觉得头演员的人 她就愿意跟你讲 说话 说话 但她不知道 你这样的一种热情 会给一个孤独的男人 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这个我想她可能永远 因为女孩子 她可能永远想不到 但是我没有任何的非分自想 因为我知道 我在德国只能待三个月 那个时候可能只有两个多月了 根本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的 而且她是德国的 在德国留学的一个留学生 她的男朋友还是德国人 她凭什么会跟我有什么进一步的关系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我这个年轻的香港老板也看上她 那个晚上这个收工了以后 开车带她到casino去赌博去 然后呢第二天还说 向我道歉说 我知道你喜欢她 我只是带她去赌博 其实我心 因为这个是那个 我刚才不是说 有一个扬州二厨 扬州二厨就跟老板说 那个阿黄喜欢她 你怎么 大家开玩笑 其实啥事都没有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在厨房里面工作呢 特别的balling 就是说大家呢 总是喜欢开这些玩笑 然后她这个扬州二厨也说呢 她喜欢那个上海女孩子 上海女孩子个高 丰满 披肩长发 说话 嗲声嗲气的 她可能扬州嘛 扬州和上海人比较接近嘛 但我杭州人 我就是不喜欢上海人 这里我不说 上海人如果听到的 你千万别介意 因为我吃过上海人的亏 那是小时候 小时候 现在的上海人都是一级棒的 特好 后来我在英国 我真正有几个朋友 还都是上海人 没办法 你不喜欢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 还就是上海人 这个是后话了 那么我现在就是说 我在那里打工 我从星期一 打到星期四 然后星期四的晚上 有一个美女 我们现在就说话美女 就是她 从我的眼前走过来 我在那里切菜 她跟我说 阿玲跟我说 你是新来的 这是我到餐馆 这整整的那么三天 唯一的 第一个的女孩子 就前面做服务员的女孩子 主动的来跟我说话的 但被动的也没有 我也不会去跟他们说话 因为我自己就有自卑感 我是一个打闸的 对不对 插厕所 那个洗碗 我也没想太多 我就想赚钱 然后我还有很大的压力 三个月以后 这个签证怎么办 哪有心事去想这些 但是她主动来跟我说话 跟我笑 当时我眼睛就一亮 我特别感激她 在德国这段时间 就是因为有了她 我才能够生活的 觉得有一点意义 我们这个餐馆是非常大的 楼上有宿舍 就是说有一个房间 是我们男人住的 就是厨房里面的 上下铺 我和越南仔 什么什么 这个二厨都睡在那里面 隔壁还有两个房间呢 是女孩子 就是大陆来的这些 还有香港的这些 这些服务员 就是说跑堂吧 或者说是witches witches 就是住在那里 那么我这个 梦中情人吧 我就说 她也是睡在那里 但是呢 她一个星期就三 三个晚上 周末来一下 她平常要读书 所以她不来 来的时候呢 晚上在那里过夜 那么我们这段时间 是非常美好的 那么下工以后 然后大家洗澡 女孩子先洗 洗完了以后 我们男的洗 洗完了以后 大家呢 一下子还兴奋 睡不着 然后就在客厅里面 客厅是一个 长长的走廊 有一个大电视 然后还有饮料 因为饮料 在餐馆里面 是随便喝的 啤酒也可以喝 只要到楼下去拿 老板不来管你的 然后到了一点以后 老板就回家了 这里都是打工的 所以大家就在 这个那边喝酒 就个啤酒 或者喝饮料 那女孩子 洗完澡了以后 洗完澡的女孩子 是最美的 我说作为男人都知道 头发是亮晶晶的 没有一丝白发 然后脖子是 非常的白皙 有水珠子在 然后拿着吹风机 那个香味 头发的那个香味 就往我这里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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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我可以说我醉了 就是说 然后呢 大家就坐下来 这个阿玲 他就坐在我旁边 他就喜欢坐在我旁边 他跟我聊天 大家喝酒 啤酒 干杯 我的手 有的时候还会 有意无意的碰到他的手 每次碰到 我的心都会一颤 这个不说笑话 我真的是心中在颤抖 我非常喜欢他 其实还不是他的外貌 还不是他的身材 外貌身材都是很好的 最主要是他的这个个性 他主动跟我说话 主动跟我微笑 这一点是我最欣赏的 所以我始终忘不了他 当然了 我知道 我我根本就 这是非分自强 那我就说是癞蛤蟆 吃天鹅肉了 对不对 我一个那个餐馆里面的打工 留学生 那个时候签证 国内 你别说国内 你到了国外 你别说你国内是当什么干部 没用 什么大学毕业的 高财生 这些都没用 到了国外 没用 你打不过鬼脑 你跟鬼脑拼 拼不过 他有那个德国男朋友 但是呢 他对我很好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也从来不会问 也可能他也比较寂寞 在打工的时候嘻嘻哈哈 对不对 但是他和那个上海女孩子 之间就闹矛盾 弄不好 两个人呢 背后也是说来说去 但是我不介入这些事情 总之 这段时间 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 跟他在一起 是我在德国最美好的日子 但是每次也就是这么一两个小时 最长的一次是聊天 聊到清晨四点钟 最后客厅里面就剩我跟他两个人了 其他人都去睡觉了 后来第二天 那个扬州的那个二徒就说 你是不是喜欢他 阿皇 我说是啊 我说难道你不喜欢 他说不是 我喜欢那个 那个上海女孩子 那个 特点 是 我也看不出他喜欢这样 每次给他专门做一个海鲜菜 给他送了去 吃 这是餐馆的 厨房的爱情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 反正我一出国 我就经历了 当然这是我的一厢情愿 可能人家就没有这个想法 对不对 只是我当时我的心灵 因为我和我的前妻 在感情上已经出现了危机了 我们已经在谈分手了 这个也不怪他的 因为差不多已经七年了 七年滋养已经到了 然后出国又分开了两年 这个东西呢 这种事情发生呢 是完全正常的 可以预见的 所以我的心灵非常像 就是当年我是上台 想一下我是支边 那蒙古的沙漠一样 没有水分的 但是他的出现 就像春雨一样 在我的心灵上 把我湿润起来了 所以在那段时间 有了他 我只要看到他 我就开心 只要他从我的面前 一走过去 我就精神就来了 虽然我知道 我是在为自己工作 但是只要有他在 我就觉得我活得很有意义 我就有动力 这就是我当时的一种想法 好 那么那个 然后我就在餐馆那边打工 我现在脱落一下 那就是我的餐馆工资多少 当时他是给我 1400马克 一个月1400马克 当时马克和英镑的比值 大概是一个英镑值 1.7个马克好像 还是1.8 将近2 反正就是说是 这个工资是很高的 因为我在前的视频 我就告诉你 我原来在国内呢 我是做那个中级干部的 那是一个月工资也有一百多 我在我同龄的这个中学啊 那个那个这些 都是我的工资是最高的 因为我参加工作比较早 我1971年的工资 从1971年算起 我的工资早 所以每次加工资呢 都能刚刚好能够挤进去 后来我担任了那个级 那个级别的干部呢 所以呢 给了我的工资就是那个级的 所以我的工资 那个时候是比较高的 可以说在我同龄里面是 我的那个同学里面是最高的 当时呢 也是非常自豪的 但是即便那个工资 我在国外啊 做一天的工资 就可以超过国内 做两个月的工资 这个我在上一个视频 我都说了 所以这个工资的差是非常巨大 而且还是外汇 这绝对不一样 那么我刚才说了 我的工资待遇就是那么个待遇 我在那里干了两个多月 这个时候呢 我面临的压力就是我的签证问题 我的签证问题 我该怎么在国外留下来 背后我的命运到底是什么 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刚才我说了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签证问题 时间一天一天的临近了 我该怎么办 我写那么多的信给英美这些大学 没有一个大学的教授给我来信 我拿不到任何的邀请书 这个时候 我就给这个在英国伦敦语言学校 这个我的联金打了电话 我前期也给他打了电话 我们请他呢 你不是在语言学校吗 那么你就叫你们语言学校 你不是说你跟这个校长关系很好 你在帮他工作吗 你能不能用这个学校的 请这个校长我交一点钱 给我开一个就是邀请函 到英国去读语言学校 原来我是不想走这条路 因为我觉得语言学校的这个层次太低 如果我能拿到大学的这些 这个教授的邀请函 那么这个签证把握性比较大 但是由于我现在拿不到这个 那么我临时也得抓一根稻草吧 所以说我说你给我弄一个语言学校 好那么我就给他寄了那个五十这个马克 我拿那个纸币信封里面放进去 我给我的联金寄过去 他收到信了 然后他没有在他自己的学校 因为他说他这个学校就比较低 垃圾吧就这么说 他跑到牛津街 去找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语言学校 然后替我交了登记费 拿到了一个邀请函 就给我寄过来 我一收到了这个邀请函 然后我前期就带着我 我们到英国住科隆 我不知道是科隆 还是那个另外一个城市 法兰克福也可能是 总之有一个领事馆 是英国的领事馆 我去办去英国读语言学校 就是办学生签证 当时我把我在国内准备的 所有的这些公证书全部带了去 什么公证书呢 我的工作简历 我的大学毕业证书 我的大学毕业证书 我的学校的成绩单 还有什么职称的证明 还有我的一些高级工程师的推荐信 也是把我描绘的天花乱坠 那种东西 我全部是公证过的 我全部准备好 我带了过去 然后呢 我当时在窗口 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当我把我的护照 和这个语言学校的 这个邀请函 放到这个窗口里面去 那个官员呢 他呢就拿着这个东西 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然后他就进去了 然后大概等了一会儿 然后他又叫我们过去了 这个时候我看到呢 我那个邀请 语言学校的邀请 上面已经盖上了一个章了 这个章 refused 就是拒绝 当时我就傻眼了 但是他没有马上交给我 他只是问 你为什么要到英国去读书 那么 我当时的语言还不够 所以呢 我前期用德语告诉他 我在国内是搞企业管理的中国 现在改革开放 我们需要懂英语 我的丈夫呢 想通过这个机会呢 去那个英国呢 学一下英语 英语是世界性语言 想学个几个月 然后再回德国来 那么他就 那个官员考虑了一下 然后就问我 他说你在中国是干什么的 这个时候我就把我的公证书 一打字 我给他拿出来 他就这么看了一下 就把我的那个个人简历 拿走了 这是公证的 英文的 上面写了我在国内担任的职务 然后他说这个拿走了 然后他说进去了以后 然后他又出来了 好 你可以回去等待消息 我们会给你写信 然后我和我前妻就走了 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毕竟我是拿着这个旅游签证 探亲签证到德国的 那个签证官还问 当时签证官就问 你为什么不在中国办这个学生签证 去英国读书 而是在德国办 那么我就说 因为我是来探访我的妻子的 在这个机会 我想用这个机会去一下英国 去学几个月的语言 然后我将来再返回德国 我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理由 他说那么好吧 他就把材料拿进去 叫我们等待通知 然后我又回去打工了 我知道是没有太大希望的 结果没有想到 大概一两个星期吧 我已经忘掉了 我的前妻给我打电话 是打到餐馆的 他说来信了 你的学生签证批准了 当时我耳朵都问了一下 我不敢相信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 你们完全不能理解 当时我是怎么样的一种 绝境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知道我是走投无路了 最后我可能就决心 要申请政治庇护了 我就咬紧牙关 我绝不回国去 因为既然已经跨出来了 再回去 这个面子往哪搁 再说老婆也要离开了 你说这么一折腾 那回去怎么弄 所以呢 我就坚决不回去 所以我就准备走绝路 这个绝路不是自杀 那就是在德国留下来了 我不管你们同不同意 我不管我前妻同不同意 不管我这个星期担保人同不同意 我就自己一条路走到底了 但是我那是最后的一条路 所以我报政治避难 很多人来找我 我都说你如果有其他的路可走的话 政治避难先不要走 最后你再走这条路 那么在德国其实当时我就这么想 我要这么走了 但是没想到他来信说批准了 哎呀 这下子呢 我是特兴奋 然后我立马第二天 我前进跟我去 然后就把这个签证 护照拿出来了 这个签证就在护照上面盖着 是上面就写的student visa 先给我一年 当时我就 哎呀怎么说呢 当时的心情 我觉得我人生当中呢 就是当时这个心情 是简直是根本就是无法比例的 我就想不出我还有什么样的兴奋的事情 比这个更兴奋 我当时觉得天空一片蓝色 当时怎么想 德国 英国 英国 英国有八国联军 火烧圆明园 有这事吗 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完全是原谅了 那你现在我要感谢大英帝国 接受我 把我从人生的一个绝境当中 走出了另外一条路 就是车道山前必有路 有车就有英国车 好了 当时我就准备要去英国了 但是我在德国的签证就剩下最后一个星期了 这个时候第二天立马我们到了这个德国的移民局 然后就告诉他我要去德国 我要去英国读书了 但是呢 我的签证呢 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到期 我还有一些准备工作 或者还要怎么怎么怎么 他看了我的这个邀请函 看了我的英国的签证 他说那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又给我延长了一个月 延长到10月22日 然后我就回去继续打工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在德国多赚一点钱 因为到了英国你要交学费 对不对 你还要交房租 所以说呢 我身上一定要有钱 但我的钱肯定不够的 后来我的前妻呢 也借给我了几百马克 我是带着我 他几乎是也是把他身上有一点钱 也都给了我 那么因为我们要分手了 他也有内疚 所以呢 他就尽他的权利帮助我 所以他把他身上的钱也全部给了我 但是我说好的 我到了 我只要进英国了 这笔钱我把你寄回来 只是借用一下 他把他银行里面的钱也拿出来了 我记得一共我当时带了有几千马克 这个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好像至少有四五千 当时呢 我就拿着这笔钱去了英国 但是呢 在去之前 我就告诉我这个北京女孩子 我说我要离开德国了 我也告诉了这个扬州的二厨 我也告诉了我这个越南的宅 我的这个香港老板 我都跟他们说了 我要去英国了 几月几号我就停止工作了 然后我就要上飞机走了 那么他们都感到非常的遗憾 这个时候他们都觉得我人很好 我几乎基本上是在参观里面 谁使唤我 不论年纪大小 不论是谁都可以使唤我 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他们都特别喜欢我 我在那边工作 我每天早半个小时上班 我每天迟半个小时下班 我走在他们前面 我睡在他们后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的动作比较慢 那么我就用我的时间来弥补 这叫笨鸟先飞 所以呢 因为人大家都不是傻瓜 如果你是真心的话 大家都能感觉出来的 所以他们都不希望我走 那我那个越南仔 他跟我说话 他说你走了 no good 他眼泪汪汪 我到现在想起来 我都非常感激他 他是帮了我很大的忙 那么我在走的时候呢 那个走的前一天晚上 我把我要离开德国的事情 告诉了阿玲 他问我 你为什么要去英国 英国这么穷 你可以在德国读书 将来你还可以到大学里面读书 而且在德国打工的工资 也比英国高 你为什么要放弃德国 去英国 英国到底有什么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把我的故事告诉了他 我不是留学生 我是来探亲的 我和我的前妻感情出现了问题 我不能留在这里 因为留在这里 他难受 我也难受 而且我也不可能通过合法的渠道 延长我的签证留在这里 所以我只能通过这个曲线救国 那个第三国 这个转到英国去 这个时候 他才能理解 否则我估计他心想 你干嘛要离开我 那么 走的那天晚上 那个越南仔 他跟那个扬州二徒 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是工作上的 但是这一天他不计矛盾 他找到那个二徒说 阿黄要走了 你应该给他炒一个好菜 那个 扬州二徒就说好没问题 他就下去把炉头又打开 灯打开 炉头打开 啪啦啪啦 就是把最好的什么大虾 什么那个袋子啊 什么那种那种海鲜的那种东西 就是炒海鲜 炒了几盘海鲜 然后拿到楼上去 然后我跟阿灵 还有二徒 还有这个越南仔 我们在那里 就是吃了这些海鲜 然后我们喝了啤酒 最后在零睡之前 我对阿灵说 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能不能抱你一下 然后呢 他说没问题 他就主动的 他抱的比我还快 他主动就把我抱起 那么这个时候我说 然后我还抱抱其他的人 二徒 还有那个越南仔 我都抱了他们 然后我说 我到了英国以后 我一定给你们写信 那么那个 阿灵就说你真的会给我写信 我说我真的会给你写信 后来我们就这样的分手了 其实呢 我今天要说 如果阿灵 你在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话 如果当时你跟我说 阿黄你不要走 为了我你留下 我一定会留下的 我可以申请政治避难 对不对 我可以留下了 我为什么非得要到英国去呢 但是我知道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只是现在这么三十年过去了 我这么说一下 我不知道 我这个视频你能不能看到 我要说一声对不起 我到了英国 我没有给你写信 那虽然我给那个扬州二处写了信 我在信上面 我有跟他说 向你问好 后来他给我回信的时候 他也说 你也回 就是要他写信 告诉我 向我问好 后来我们也通过一次电话 但是我失约了 我没有给你写信 我想 我今天把我的心里的话 在这个视频面前告诉了你 你就知道 我为什么不写这个信 好 这个呢 我就 这个事情呢 我就说到这里 然后 我呢 就去了英国 那去英国呢 我是坐飞机 飞过去的 当时呢 我那个连京呢 他是说好 他在飞机场接我 然后我下了飞机以后呢 那个 我过海关的时候呢 海关的移民官呢 他就问我 你来英国干什么 我说我来读语言的 他说 那个 你的妻子在 那个德国是干什么的 我就告诉他 我的妻子在德国是干什么 干什么的 留学 在哪个学校读书 然后他说 你身上带了多少钱 这个时候 我把我身上所有的现金 都放在移民官的面前 我呢 英语是结结巴巴的 他说的话 我几乎是听不懂 但是呢 我能猜懂 所以呢 我呢 因为这个单词 只要有一两个 大致上能知道他的意思 所以我就告诉他 我就是来学英语的 然后他就放行了 然后我最后还问他 Can I go 他说可以 那我就走了 这个时候 我一块石头最后落下来了 因为我知道 我终于解放了 我将来在英国 我的学生签证 可以续签续签 可以好多年的一直下去 用不着再担惊 受怕 而且学生也是可以打工的 这个时候我就出了海关 出了海关 遗憾的是 我没有看到我的联金来接我 我不知道他就是哪里了 说好的几点几分 在哪一个站台 但是他没有来 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然后呢 我在公众电话亭 我给他读书的这个学校打电话 这个语言学校的校长 是马来西亚华人 这个我的这个联金说呢 他跟他关系很好 万一到了英国以后 有什么事情 直接给他打电话 他一定在办公室里的 然后我又给我这个联金 他打工的餐馆 是一个台湾老板 他说他跟他关系也很好 所以有什么事情 也可以给他打电话 我两边都打电话 两边的人都说 他到飞机场去接你去了 但是我说我在飞机场 已经等了几个小时了 我就是没有见到他 那是去了 然后他那个台湾老板说 哦糟糕 他是不是赌博去了 他就说了 他是不是去卡西诺了 卡西诺就是赌博的地方 我这个联金染上了这个坏习惯 他喜欢赌博 虽然赚钱不多 但是赌性很重 所以他们就认为 他可能是去赌场了 这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 我这么耗下去不行 所以呢 我就自己买了火车票 从这个飞机场坐火车 坐到维多利亚火车站 维多利亚火车站在伦敦市中心 Victoria Station 然后到了那边以后 因为我有学校的地址 我想我先到学校去比较好 毕竟是学校嘛 我还想看看他的语言学校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然后呢 我就在这个火车站的门口 等出租车 排队排得很长 大家都在等出租车 我拖了一个大行李箱 加队在里面等 这个时候呢 突然冲过来 巴巴巴走过来 一个黑人又高又大的 他说 他就找我 旁边前面后面人 他一个不找 他就盯住我 你是不是要taxi 因为我这个出租车 这个单子我还懂 我说我是要 他说我就是 然后他也不 不管我同不同意 拎了我的箱子 就follow me 就这么走了 那我跟着他走 跟着他走 结果走了一段路呢 他说这就是我的车子 然后他把后备箱打开 就把我的箱子 也不听我的意见 就把它扔进去了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奇怪 我说 你这个是出租车吗 怎么上面没有出租车的牌子呢 因为在我中国的出租车 总要有一个牌子 上面写的是出租车吧 他说没有牌子 我就是出租车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 多了一个星年 我说你要多少钱 我的地址是到这里 你要多少钱 他说要50磅 这个时候我想50磅还可以 因为我带了一些英镑 另外呢 我带了那么几千马克50磅小问题 再说呢 我也不可能再回去再去等出租车 我也不知道伦敦的出租车的价格是多少 所以我想那么好吧 你带我走吧 其实呢 后来我才知道 这点路程啊 15磅最多了 他呢 要我50磅 然后我就上了车了 然后呢 我心里就忐忑不安 因为我还是有点害怕 他个头那么大 又是黑人 他会把我带到哪里去 我身上带了那么多的现金 我真的是有点害怕 欲知后事如何 切听下回分解 我想这个时间已经够长了 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